我蒙着眼睛,被身后的同事推进了一个包厢,大概是因为看不见,我的精神格外紧绷,手死死握着酒瓶这一瓶酒的价格,怎么也要顶我半个月工资,如果摔了就完蛋了。 而比起我的窘迫不安,有人声音娇美轻快,那人握着我的手臂,随手把我往前一扯,书言,今晚的重头戏来了,书言,我僵在了原地。 这事,在一片微妙的静谧中,主角终于开口,是一个稳重的女生,略有些嘶哑,但格外耳熟,站在我身边的女人笑了,直接拉开了记在我脑后的蝴蝶剪,蒙眼的丝带缓缓滑落,包厢内的全貌也随之映入眼帘。 沙发上坐了一圈老乡时,她们神态各异,竟出其一致地保持成回眸。 而位于沙发最中间的年轻女人,身段玲珑,五官精致,神色略带疲倦,风锐眉眼阴气逼人。 我下意识平住呼吸,不仅是因为她的样貌格外出条,还因为这是我的初恋女友。 她的眼神从茫然到亚异,只用了一瞬。 林若凡,你就把她弄来,给我当礼物啊。 鲜红的指甲几乎要谎花我的眼。 林若凡眨巴着一双大眼睛耸耸肩,这不是帮你回忆青春吗?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林书妍嘴角带笑,眼神却冷冰冰的。 她细瘦的骨节拳起,轻敲着沙发扶手,只朝我抬抬下巴。 这是让我过去了。 我小心翼翼地捧着酒瓶,林书妍的眼神像皮雪原狼。 见我过来了,才抬抬下巴,倒酒。 陈红的酒夜在高脚杯中打了个转,年轻女人托着杯子的指尖像雪一样白。 我几乎喘不上气,心跳声从未像今天这样有力。 会喝酒吗? 林书妍的声音带着一点嘶哑。 我不敢摇头。 冰凉的酒夜灌进我的喉咙,辛辣刺痛灼烧着脆弱的神经。 高度洋酒对平吹,这估计是我这些年来做得最爷们的事了。 他人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水,无比模糊。 她还挺可爱的。 你喜欢? 林书妍的话听不出情绪。 我一时头晕目眩,被人一把扯到沙发上,胸前扣子都崩开了好几个。 我还记得这是大庭广众之下,虽然他们都耸得像安纯,但我还是下意识地推了推身前人。 他果然停下了动作,但随即坚硬的平口就塞进了我的口腔。 第二天早上我在客房里醒来,久违的豪华套间让我有些恍惚。 林书妍早就走了。 我揉着太阳穴把床下皱皱巴巴的衣服拾起来穿上,下楼去见经理。 经理一见了,我就喜笑颜开的,林总那叫一个阔绰。 我有气无力地恩了一声,我做得正经生意。 原本是,昨晚我被灌了太多久,连意识都不深清晰。 所以,林书妍把我带上电梯的时候,经理绝对看见了,只是选择装瞎。 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林书妍现在可不是她惹得起的。 小八,你跟林总什么关系? 经理看我的眼神就像看颗金光闪闪的摇钱术。 可惜我注定要让她失望了。 我们俩可以说是不死不休。 但我没想到,林书妍给我发了微信。 她约我去她家见面。 她是条粗大腿,我现在最缺的就是钱了,没有不报的道理。 所以,当天下班后,我就出现在了她市中心的大平层里。 这种房子,对原来的我来说,当然不算什么。 但现在,我只担心自己会不会弄脏地板。 林书妍一身红色鱼尾裙,骨肉均匀的小腿,泛着银白光泽。 我只瞥了一眼,像被烫到一样,移开视线。 怕什么?林书妍起身,朝我走了几步,抬头看我。 我一眼抬头,正好撞上那双墨色眼眸。 一个月三十万,购物另刷我的卡。 这里你住,要求随叫随到,不许出去工作。 她的嘴角微微弯起,我包你,怎么样? 本来我应该立刻答应的。 但我知道,她还有附加条件。 我给你的每一分钱,买的每一个东西,你都不能用在你姐姐身上。 果然。 我几乎扬起一个苦笑。 林总,你知道的,我。 你答不答应,都无所谓。 林书妍的红唇一张一合,吐出的话语冰冷无比。 但我会让,奥克开除你。 奥克是我工作的夜总会。 一股冷意顺着尾锥一路窜上来。 我忽然意识到,林书妍或许并不只是为了逗我。 她是想逼死我姐姐。 我张了张嘴,却没办法说什么。 我们三个之间有一笔烂账,已经放了将近十年。 我处理不了,姐姐也处理不了。 那笔账被我刻意抛之脑后,但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现在林书妍就是来讨债的。 我和林书妍是高中同学。 那时候我家里确实有钱。 我爸的公司如日中天, 我是从小用钱堆大的。 而我姐姐白念,其实并不是我的亲姐姐。 她和我不是一个母亲。 白念的母亲,是我父亲的原配夫人, 和父亲一起白手起家。 可以说,如果没有她, 我父亲很难达到今天的成就。 可父亲并没有念什么旧情。 她在外面找了一个又一个小三。 前扑后继的漂亮妞, 抢着要爬上她的床。 在那些人中,终于有一个脑子聪明些的, 抓住机会, 怀上了她的孩子。 那个漂亮女人,穷鼻珠唇, 像只小猫一样,楚楚可怜。 那个漂亮女人是我的母亲。 她抱着刚出生的我, 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她说,她怀里抱着的, 会是我爹唯一的儿子。 白念那时候才出生没多久。 我爸就把她抛之脑后, 不再管她的大女儿。 不得不说, 她是个很传统的男人。 比起女儿, 她更重视的, 当然是她的儿子。 但白念的母亲, 不肯离婚。 在父亲的默许下, 她和我妈在同一屋檐下斗了几年。 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却又死撑着, 不肯服软。 而我妈那张嘴, 一贯会气人。 她是被我妈活活气死的。 白念失去母亲的那年, 只有十岁。 我妈抱着我, 指着缩在一边可怜兮兮的白念说, 那是丧家犬生下的小脱油瓶。 我本以为白念会恨我的, 但她没有。 她真的像对待同胞兄弟来对待我, 会用仅有的一点零花钱, 买给我礼物, 会在父母彻夜不归的雷雨夜里, 抱我安慰我。 她从未因为我是小三的孩子, 而迁怒于我。 但我也并不能说她是个好人。 父亲母亲在她的成长中的同时缺位, 对她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我发现, 她在学校搞霸凌的时候, 是初三。 她染着一头黄发, 化着烟熏妆, 像个刻板印象里的小太妹, 拽着一个女孩的头发, 往墙上撞。 被我发现了, 她也只是拍拍我的脑袋, 笑着问我, 要不要抽根烟。 我没法跟我妈说, 因为她只会拍手称快。 白念幼不许我告诉父亲, 因为她恨她。 他们的关系本就紧张, 我不能做让他们父女关系破裂地推手。 何其可笑, 我纵容了我的姐姐, 任由她肆意生长。 我那时候就该想到, 这笔债总有一天需要我来还。 上高中的时候, 我认识了林淑妍。 她是特招生, 下面县里成绩第一的学生。 我认识她时, 她还不是如今这样, 像躲人间富贵花。 但整个人透着顽强的生命里。 她是我的同桌, 所以, 我比班里其他人更了解她一点。 林淑妍的成绩, 即便在我们整个年级, 也是一期绝尘。 凡人难以忘其向背。 林淑妍的眉眼很英气, 对于一般女生, 是攻击性更强的长相, 不孝时有些过于严肃。 林淑妍的家庭条件不好, 父母对她很差。 手上都是老简和伤口, 她说, 那是干活弄的。 林淑妍的声音有点嘶哑, 但语气很温柔, 头发上有股淡淡的香味。 我从来,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孩子。 与父亲交好的达官贵人们, 当然也有女儿。 只是那些大家闺秀, 自出生开始就顺风顺水, 身上总是带着一种松弛的冷漠。 可在我面前的林淑妍, 是真实的。 她的手掌是温热的。 她是面对逆境, 也屹立不倒的磐石。 我无可救药地, 喜欢上了林淑妍。 林淑妍的心里只有学习。 这是我在无数次试探中得出的结论。 要达到她那样的成绩, 要付出常人想象不到的努力。 更何况, 她的父母并不全力支持她读书。 我没那么自私, 高考之前我不算追她, 也不打算跟她表白。 但我没想到, 白念的手会伸到我们班来。 林淑妍的成绩太引人注目, 白念盯上了她丰厚的奖学金, 让她把钱都吐出来。 但林淑妍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性格。 第一次的时候, 她和白念打得有来有往, 白念的脸都被她抓了好几刀。 等到后面白念就学聪明了, 她带上好多人在校外赌林淑妍, 无所不用其极。 可我那时对此一无所知。 我曾无数次想, 如果我早点发现, 事情或许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但是现在说什么, 都已经晚了。 等我发现, 林淑妍遭到校园霸凌时, 高二已经快要结束。 那次月考她的成绩下降得过于厉害, 连老师都难以置信。 而我发现, 她的手连握笔都困难。 说不心疼是假的, 她少见地对我红了眼眶。 然后, 我做了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 我把她带回了家, 想让家里的私人医生帮她看看。 而我正好撞见了宿醉归来的白念。 我已经忘记了那天下午的混乱场景, 只记得自己的手足无措。 我知道, 我大概永远都不可能和林淑妍在一起了。 她甚至以为我是故意的。 我不怪她, 因为这确实很难不让人怀疑。 那之后的某天, 放学我拦下她, 递给她一张卡。 而她的脸色变得惨白。 至今我仍记得她的声音, 她问我是不是在羞辱她, 说她绝不会接受我的道歉。 还有, 她要让白念偿命。 我想, 或许真的有因果轮回。 几年后, 父亲破产病逝, 白念则被一辆肇事逃逸的车辆撞成植物人。 我妈是只会依附男人的兔丝花。 父亲死了之后, 她能依赖的只有我。 我没法抛下自己的妈妈, 也没法放弃白念。 我站在深不见底的海水中, 拒绝林书妍后, 我回了家。 家里很安静, 直到我妈发现了我。 她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然后朝我晃晃手机。 她给我打电话了, 叫什么来着? 哦, 林书妍。 为什么拒绝她? 我没想到, 林书妍会给我妈打电话。 小混蛋, 她揪住我的耳朵, 过穷日子过上瘾了是吧? 你以为你之前那些年的好日子, 怎么来的? 是你妈, 我给你爹做小伏地球来的。 她以为我是面子上过不去, 毕竟之前我真的有点轻高。 妈, 你听我说, 我的嗓子有点干, 我, 你现在就给我答应, 她不管不顾地推了我一把, 声音尖锐。 现在, 我还是没答应, 但我被奥克开除了。 我没有存款, 失去工作, 就负担不起白念的医疗费。 付不起医疗费, 我就得把它从疗养院接回家。 怎么可能, 我妈会吃了我的? 没办法, 我又去求林淑妍。 她的秘书带我上楼, 温柔地告诉我, 林总正在开会。 我坐在接待室里等, 从上午一直等到天黑。 林淑妍手臂上搭着外套从外面进来, 问我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吃饭。 和谁? 我问。 你也认识的, 林淑妍笑了, 顾紫妍。 顾紫妍也是我高中同学, 前几天我还从电视上看到她了, 现在在当演员, 颇有明显。 虽然是提问, 但林淑妍没给我拒绝的余地。 而顾紫妍看到我的表情, 很明显不太好看。 顾紫妍长得很符合女性审美, 女友粉一堆。 但我猜她的女友粉, 肯定想不到, 她现在正小鸟一人地, 靠在林淑妍肩膀上。 我没什么好说, 只是埋头吃。 吃完林淑妍开车带我回去, 我跟着她又回了那套平层。 说吧, 她点了根烟, 有什么事要求我? 我愿意答应你, 但我想出去工作, 我诚心诚意地回答。 她冷哼了一声, 出去陪酒吗? 我头压得更低。 父亲破产的不是时候, 我没读完大学就背了债。 严格来说, 我现在是高中学历, 这个学历代表着我以前对于未来的设想, 全部成了笑话。 我知道我没法说服她, 一并把白念的医药费一起付了。 她也没有这个义务, 但我真的别无选择。 阿克那份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 我已经丢了她, 再也找不到更好的。 女人的手细受却有力, 她仍保留着上学时的习惯, 直接咔咔地敲着桌子。 我可以不过问那一月三十万的去向。 林淑妍开口, 煞时间狂喜淹没了我。 我猛地抬起头, 不敢相信她刚刚说了什么。 她的眼神冷冰冰的, 语气却依然温柔。 就这样吧, 我累了。 她打了个哈欠, 手指勾住我的衣领, 我的心不可抑制地狂跳起来。 林淑妍还是那么漂亮, 多年养尊处优的生活, 已经把她变得像个真正的大小剑。 而上层的生活, 早已对我关闭了她的大门。 在轻盈的绝世乐声中, 我吻上她的嘴唇。 打工是出卖灵魂, 我不仅要出卖灵魂, 还要出卖肉体。 我妈知道后, 高兴地猛拍我的肩。 不愧是妈妈的好儿子。 很难评价她, 到底是抱着怎样的心态, 说出如今这番话来的。 但我和林淑妍, 进行了肮脏的财色交易, 这是毋庸置疑的。 她会带着我, 出席一些无关紧要的朋友聚会。 而海城富二代圈子里, 其实就这么几个人, 我以前都认识。 他们之中不乏有看我不顺眼的。 白哥, 咱们可有好久不见了。 陈子行皮笑若不笑地举杯, 我敬白哥一杯, 算是欢迎白哥重回我们这个。 她隐去了后几个字, 笑声爽朗地重重碰了一下我的杯子。 我不能把杯子扣到她头上, 因为我不确定林淑妍会不会帮我说话。 她连眼皮子都没抬一抬。 看林淑妍这个样子, 陈子行他们更放肆了点, 跟我勾肩搭背,苦口婆心。 能被我们林总看上, 那也是福气, 虽然林总是花心了点, 不过女人嘛, 花心了点。 我愣了一下, 瞥了一眼林淑妍, 她还是没给我任何一个眼神。 手机屏幕发出的光, 让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显得更加白皙。 她垂着眼帘, 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刷子。 她在笑, 虽然笑容很浅, 但可以看见她脸上的一对酒窝。 我的心突然一下子就乱了。 没过几天, 我就明白了那句花心了点是什么意思。 我从网上看到了顾紫妍的绯闻, 狗仔说她被妇婆包养, 还上了照片。 照片里那个戴着口罩, 身材高挑的人, 化成灰我都认得。 我把顾紫妍和她的合照, 看了一遍又一遍。 她俩郎才女貌, 小丑竟是我自己。 在没开灯的房间里, 我把手机倒扣在桌子上。 窗外的灯光像星河一样, 几乎无边无际。 我坐在椅子上, 心如刀角。 其实我是个很难认清楚事实的人, 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我, 或许在林淑妍的心里, 有一点点特殊。 但顾紫妍的出现, 打碎了我的幻想。 她的公司紧急公关, 说是男女朋友关系。 而林淑妍亲自录了视频解释。 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 也感谢大家的关心。 我和紫妍现在是男女朋友关系。 视频里, 她笑着和顾紫妍同框, 两人的手紧紧牵在一起。 男女朋友? 那我呢? 我甚至不记得当时顾紫妍和林淑妍有说过话。 顾紫妍公布恋情后, 也没讨到什么好处。 她的粉丝炸了, 一个上升气男流量, 光明正大谈恋爱抱腹婆大腿, 实在不算光彩。 但林淑妍好像很高兴, 她把我丢在这里, 兴致勃勃地要跟顾紫妍上恋宗。 看着她, 我只能想到一个词, 恋爱中的小女孩。 我是她的专职小情人, 她去拍恋宗, 我也就无事可做。 久违地清闲, 我去疗养院看了姐姐。 白念躺在那里, 无声无息地。 她当初染的一头黄毛早就被剪光了, 现在黑长直, 倒显得真相的好学生。 有了林淑妍的钱, 我的日子其实过得比以前轻快, 只是喘不过气来, 不是生活压力大。 而是, 我喜欢她, 也希望她只喜欢我而已。 我太贪心了, 拿她的钱养白念, 还想要她喜欢我。 我在这里坐了一下午, 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 才拍拍做麻的腿。 姐, 我走了, 她的睫毛动了动。 一时间我愣住了。 姐, 我没想过, 白念会醒过来。 屋里是一群护士, 屋外医生一脸严肃地交代我, 病人能醒过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她现在不能受刺激, 需要人贴身照料。 你们家属要多上点心。 我愣愣点头。 护士们做完检查, 就留我和白念独处。 她昏迷了几年, 我都快忘了, 该怎么和她说话? 你过得还好吗? 她的声音很小, 沙沙的。 哎, 还不错, 我心乱如麻, 下意识回答。 白念点点头, 不再说话。 白念醒了, 林书妍会知道这件事吗? 如果她知道了, 她会怎么做? 我不觉得, 林书妍是会放过霸凌者的圣母, 可白念是我姐姐。 我站起身, 面色很不好看。 我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 严格来说, 这叫落荒而逃。 林书妍练宗没拍完, 没时间管我, 所以, 我的大多数闲暇时间都在疗养院陪白念。 聊天内容也很简单, 她昏迷了这几年, 和社会有些脱节。 她不知道的东西, 我都一一告诉她。 直到某天, 我正低头给她削苹果, 削到一半, 有人来电。 我习惯性地喊白念帮我接电话, 等她接起来才意识到,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恐怕是林书妍。 今晚一起吃晚餐, 家里等我, 林书妍的风格还是一如既往, 只有一句话, 说完就挂了。 还好, 她没有给白念说话的机会。 我畏畏缩缩地抬头, 白念的目光向之阴粉。 我记得, 她叫林书妍, 白念摇摇手机, 说说吧, 你和她什么关系? 父亲破产, 是在白念出事后, 直到现在, 我还没有告诉过白念这个消息。 她不知道, 自己现在住的高级疗养院, 我的衣服手表, 全部是林书妍出的钱。 我冷汗蹭蹭, 姐, 我, 算了, 你别解释了, 她厌烦地白白手, 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能管得了你。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晚上司机把我送到餐厅, 到包厢时, 是林书妍已经点好了餐。 我本来以为顾子妍也会在, 但里面只有林书妍, 不知为何, 我松了口气。 而她只是笑笑, 坐这, 林书妍从不在吃穿上窥待人, 晚餐很合我胃口, 只是吃到一半, 她就放下餐具, 拖着腮笑眯眯地看着我, 白念醒了, 你很高兴, 一朵西兰花, 差点卡在我喉咙里, 慢点吃, 别着急, 她拍拍我的背, 轻描淡写地说, 我又没催你。 她是没催我吃饭, 是在催我的命。 可林书妍只是问了问,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她心情甚至可以说是不错, 我生怕她今晚, 就提刀去砍了白念。 等我洗完澡出来, 她正坐在窗边抽烟, 线长指尖夹着一点明灭火光。 过来, 她像招呼小狗一样招招手, 把高脚杯往我这里一推, 像我们重逢那天那样, 倒酒。 我从酒柜里挑了一瓶她最喜欢的, 倒了浅浅一个底。 倒完酒, 我一抬头, 直直撞上她的眼睛。 她跟以前都不一样, 眼睛亮亮的, 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束玫瑰花, 花瓣上还带着水滴。 给你的, 拿着, 她把花塞到我怀里。 这是她第一次送给我花, 我抱着那数多道夸张的红玫瑰, 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她看起来有话要说, 我张了张嘴, 不知道要不要先开口。 林书妍眼睛弯弯的, 我很少看见她这副小女儿情态, 毕竟她总是冷淡又坚定。 你站到窗边去, 我有惊喜给你。 我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 她笑着把我推到那里, 一把拉开窗帘。 绚丽的烟花, 在我眼前站开。 不是一个, 连绵不断的烟花, 映得天空亮如白昼。 很漂亮, 真的。 林书妍从我的背后抱住我, 轻声问, 喜欢吗? 你指什么? 我的声音很干涩。 烟花, 玫瑰, 还有我。 这话对于金主和金丝雀的关系来说, 有点过于暧昧了。 我顿时僵在了她怀里。 真是老土俗套, 但有效的手段。 如果我说喜欢的话, 会怎么样? 我开口问。 我会跟你求婚。 她伸出右手, 从指缝间, 我看到了一个戒指盒。 这是梦吗? 我问。 不是, 她闷笑一声, 你从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我吧? 对不对。 我转身看着她, 烟火在她的瞳孔中绽放。 隔了半晌, 我听见自己轻轻说, 我喜欢。 林书妍的微笑, 一瞬间变了。 她迅速松开我, 后退了好几步。 表情不知说是嘲讽更合适, 还是诧异更合适。 你喜欢? 你喜欢我? 真的? 她的脸上满是厌恶。 你喜欢我, 然后用我的钱去养霸凌我的混蛋?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一个人怎么能不要脸成这样? 到最后, 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红唇清起。 你刚刚不会真的以为, 我要跟你求婚吧?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她很贴心, 让我滚蛋, 还给我叫了辆车。 时间不算晚, 我妈在家一边敷面膜, 一边给我开门, 看到我还喜气洋洋地问我, 怎么有时间回家住。 林书妍只让我带自己的东西回家, 心里少得可怜, 所以我妈以为我只是暂住。 我告诉她, 我被林书妍开了。 我一直知道我妈变脸快, 但没想到这么快,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废物? 她闭着眼睛, 恨铁不成钢, 连金丝雀都做不好。 我的笑笔窟还难看, 你最好快点出去找份工作, 做什么都行, 她心烦意乱地摆摆手, 在家看着碍眼。 房间的门砰一下关上了, 我站在客厅中央, 拉着我的小破行李箱。 明明没吃东西, 嘴里怎么这么苦呢? 没有钱, 白念得高级疗养院住不起, 我只能去联系转院。 病人的情况很不好, 需要有人贴身照顾的。 临走前, 医生皱着眉头跟我说, 我要打工, 实在没办法, 只能去拜托我妈。 不出所料, 我妈像看笑话一样看着我。 我? 去照顾白念? 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她敲着二郎腿, 像赶苍蝇一样摆摆手, 滚。 高中毕业找工作, 几乎都用不着简历, 最多的就是客服销售, 但是这些工资太低了, 根本不够三个人花。 直到某天, 有个人问我, 要不要来直播? 她说, 这行不用学历, 而且我素颜就已经足够好看, 再加上特效滤镜, 绝对没问题。 我答应了, 但是这一行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干。 几个月以来, 我只拿着三千底薪度日, 重复返平的日子, 让我妈怨声再到。 一开始家里的饭桌上, 还能看见肉, 后来就是谁煮白菜。 到最后, 我妈丢给我的, 只有一袋已经拆封的饼干。 我一边啃拿饼干, 一边夹着嗓子, 回复观众评论。 今晚同样也只有聊聊几个人, 感觉主播有点眼熟。 忽然, 一条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茫然地念出来, 问, 什么? 奉劝主播一句, 快下播, 主播看看热搜, 吃瓜人虽吃蛋倒, 热搜。 哇? 什么瓜? 我点开热搜, 是顾紫妍林书妍感情破裂的传闻。 距离林书妍把我踹了, 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他们两个在感情破裂,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往下翻了翻, 就看到了我的照片, 是分手那天晚上, 和林书妍吃饭的时候拍的。 狗仔说, 林书妍只是跟顾紫妍玩玩, 我才是林书妍的真爱。 真他妈能编。 我瞥了一眼直播页面, 短短一分钟, 人数已经突破了十万大关。 可惜没人给我刷礼物。 评论逐渐被顾紫妍的粉丝攻占。 而我只是, 看着那张无比清晰的照片。 我怎么会猜不到, 这是林书妍默许的。 我很累, 打工很累养姐姐养妈很累, 我没心情管网友说什么, 但直播这行, 不能不管网友说什么。 我还没凑够时长, 甚至不能下播。 什么烂卦, 别吃了, 谁家真爱在这里直播啊? 我心乱如麻, 可架不住评论区实在八卦。 然后我的直播间被封了, 我忽然意识到, 林书妍想干什么。 她谁都不喜欢, 不喜欢顾紫妍, 也不喜欢我。 所以, 她对我的屈辱冷眼相待, 在知道, 我喜欢她的前提下, 和顾紫妍大张旗鼓的谈恋爱。 她当然知道我难受, 但她不在乎, 她只是想报复我, 报复白念。 我的喜欢, 对她来说, 是最不值一提的东西。 很快我就没有时间伤春悲秋, 因为白念病情再度恶化。 我以为她醒了, 代表着她会渐渐好起来, 但事与愿违。 好被封了, 工作暂停, 白念又病倒。 我整个人寂静麻木。 短短几天, 我瘦了二十斤, 站在疗养院门口时, 整个人像纸片做的。 医生说, 她必须尽快手术, 不手术就完了。 我筋疲力竭地靠在墙边, 根本没注意到, 不远处有狗仔举着摄像机拍照。 几天之内, 我把能打的电话都打了一遍, 但大多数已经打不通了。 人嘛, 捧高踩低势长情。 我的手指, 在林书妍的名字上停留了很久, 最后还是拨通了。 我说, 只要她愿意出钱, 我愿意做任何事, 包括自杀。 电话那头先是没说话, 过了一会, 一个陌生又年轻的男生响起, 不好意思, 林总已经睡下了。 哦, 我听见自己说, 可以麻烦你转告她一下吗? 一字不差, 她答应了。 不管结果如何, 我总要试试。 可热搜, 来得比林书妍的回复要快。 我那天在疗养院前被拍到, 有人扒出了我和白念的关系。 白念当年的小跟班出来作证, 实锤白念校园霸凌林书妍。 一时间, 舆论乱成一锅粥, 也得多亏林书妍上的那个恋宗。 她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才有人一直盯着我。 狗仔无处不在, 他们堵不到我, 竟然直接去病房找了白念。 林书妍的电话也打不通了, 我去了疗养院, 连病房都进不去。 隔着像树林一样直立的胳膊, 我看见白, 念慌张无措的脸, 狗仔的话筒几乎要对到她脸上。 我被人群越挤越远, 嘈杂地提问, 让我的血液一点点发了。 只是忽然, 人群安静下来了。 我茫然地抬起头, 隔着好远看到病床上空无一人, 只有挨着病床的窗户大开着, 洁白的窗帘被风吹得很高很高。 我听到了一声淒厉的悲鸣。 是谁? 是我自己。 再次醒来, 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很久不见的林书妍在削苹果。 醒了? 她把水果刀折叠起来, 放到托盘上。 我死死盯着她。 是你? 她没说话, 只是把苹果塞我嘴里。 过了一会, 她像是想起什么, 笑眯眯地告诉我, 晚上跟我去吃晚餐。 我当然拒绝了, 笑话, 我怎么能答应? 是谁告诉了狗仔白念的病房号? 是谁借了顾紫言炒热肚? 是谁买了热搜? 是谁召来了这么多记者? 是谁逼死了白念? 从我们重重的第一面开始, 她就计划好了一切, 等着我自投罗网。 晚上我来接你。 她完全不在意我的回复, 冰凉的唇落在我的额头。 高跟鞋的声音搭搭一点点远去, 林书妍甚至还贴心地 帮我关好了病房的门。 我拿起了托盘上的水果刀。 林书妍翻外, 我没想到白宇真的死了。 医生给我打电话时, 我还在选餐厅。 天可怜见, 我真的很喜欢她。 当然, 也是真的恨白念。 算了, 死了就死了吧。 我把她留在房子里的东西全部丢掉, 丢到最后, 还剩一个戒指。 那天我当然没打算和她求婚, 却神识鬼差, 买了个真的戒指。 我甚至找人帮忙设计了她的款式。 男款戒指, 低调奢华有内涵, 很适合她。 握在手里, 所以攥个得手心疼。 想了想, 我还是没有丢掉她。 白宇的妈妈, 在得知白宇死讯的时候, 比我想象的情绪还要再崩溃一点。 她漂亮的脸面色惨白, 连掀开那片白布的勇气都没有。 是你逼扫她, 临走时她停在我身边, 说话只剩弃音。 让她花钱养着, 逼她给有钱人当金丝雀的, 可不是我。 我一点也不给她留面子。 晚上回去, 我久违地做了一个关于高中的梦。 梦里她还是金贵的大少爷, 睫毛又长又翘, 手指上没有一点老茧。 她身上散发着一股 我惹不起的有钱人气息。 那时候我就喜欢她了, 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她以后应该会和跟她相称的女人结婚。 以至于我知道她家破产后, 竟然有一丝卑劣的心细。 高岭之花会变成我手中的金丝雀吗? 我有意无意地向周围透露我的意思。 果然, 我就这么轻松地得到了她。 只是她一定要拿我的钱去养白念, 让我很不满意。 我决心要铲除作为我和她关系中间的尖刺, 所以干脆逼死了白念。 十年恩怨一朝两清, 我神清气爽, 打算跟白鱼好好谈讨我们的以后。 然后她死了, 自杀。 半夜醒来, 我把手放到自己的左心口。 不痛, 但也不高兴。 我感受不到情绪了。 第二天, 我就去了医院, 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检查出来。 从那之后, 我好像失去了所有情绪, 吃到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觉得高兴, 被摆了一道也不觉得生气。 只有在摸到挂在脖子上的那枚难戒时, 我会察觉到一点点伤心。 我好像真的爱上她了。 这个认知, 让我心头一颤。 我开始疯狂地找小情人, 出身好的, 气质干净的, 有一点温吞的。 我挑了一个最像她的, 结婚了。 只是我并没有给她那枚戒指, 应该拿到这枚戒指的人。 我已经把她弄丢了。